我們說現在 在法院非常熱鬧 外面每天都好多記者在守著 原因是因為每天都有大案 結果這個地方也有很多記者在守 民進黨的中常會 結果看到我們的黨主席賴靜德 請說是麻民春風 他的中常委陳茂松的講話 可是更是直接 一直在說 說柯文哲讓民進黨支持者 都輕鬆起來 這件事感到最爽 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大家就想問說 沒有耶 是不記得林怡錦嗎 是不記得鄭文燦嗎 這兩個案子到底在中常會上 有沒有被提及 吳斯堯告訴大家 賴靜德跟與會者 都沒有討論到這件事情 因為這兩天 其實鄭文燦的新聞 也沒比較少 為什麼他現在人是出來了 但是在檢調方面 有很多的幕後 以及內幕曝光 包括什麼 包括說 他當時的這個鈔票 捆帶 本來是應該用這個紙條 結果他是變成了橡皮筋 就變成了 戳破他辨詞說 碰都沒看 看都沒看 的鐵證 另一個部分則是有人說 其實以往如果說 是被羈押的話 這樣子的案件 可能大概是至少 四個月 至少兩個月起跳 就是政治人物 被關進去可能 至少兩個月 像前陣子周典論 他可能被羈押的時候 他的時間更長了 但是現在為什麼這麼快 46天48天就出來 有知情人士的講法 是因為他認為 有人關切 以及是不是要讓他 趕緊恢復自由身 好出來處理事情 重點這兩個字 叫做止血 昨天他離開地院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的 看起來 人瘦了一圈之後 感覺好像也有 鬆一口氣的感覺 神經氣爽 在慢慢的 從容的走上車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你看紅樓拉起來 媒體非常的有次序 對比的是什麼 對比的是 當時這個公衛文 他走出地院的時候 是記者蜂擁而上 大家就說 這感受會不會不太一樣 昨天晚上其實 前天晚上是清晨的時候 在開疑審 以及是不是要續押的這個亭 據說當時他的法院外頭 包括了前桃園市的副市長 李宣明來了 前民政局長來了 好 民政局長 甚至連家人都一起帶來 還幫忙來張羅寶金 那還有誰 還有他辦公室 當時的市長辦公室主任 也來了 那大家就在講 這一些人通通都在外面 守著前老闆 表示他這個團隊還沒散 人都還在 甚至幫他準備好 豬腳面線 還有炭火去會器 但是 合適嗎 原因是因為 徐曉鑫就特別提出來的這個人 叫做前桃園市副市長李宣明 他其實也是前打炸辦公室的 行政院打炸辦公室的前主任 他就想問 如果說在76分鐘裡面 就可以拿出這麼高的一個交保金 2800萬 你都不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他會在現場呢 他也想問 如果你都不覺得奇怪 那你可以抓到什麼樣的詐騙呢 其實在現在 鄭文燦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 大家說了 雖然有辦 但是真的有辦到徹底嗎 真的有 植入到紅心嗎 原因是因為確實啦 以前 蔡英文年代沒辦的 這樣子辦出來了 是不是也證明了 給蔡英文一個比較難堪 也證明了 賴清德真的想要來做點事情 好 可是問題是 現在大家都在懷疑 到底賴清德 辦真的 辦假的 敢不敢辦大的 那會不會最後就變成一個政治地雷 對於賴清德有所反撲 原因是因為他自己的子弟兵 林怡錦現在也面臨一些法律案件 好 甚至地方上傳聞很多啦 陳廷飛也是地方上投台南市這邊的立委 他強調自己是賴系 而且是非常信賴 其實大家問的是林怡錦的問題 然後他說我沒有跟他同期過 所以我真的不了解這個狀況 我們都是信賴 非常信賴 陳廷飛我們都是賴系 大家說我又問你是不是賴系 你為什麼要強調自己是賴系 大家就開始打一個大問號 好 因為現在地方上投都知道 包括他 包括林俊仙 包括王定宇 三方都在激戰 甚至還有一個新聞傳出來 說謝龍介最怕 怕誰 怕女生 說如果男生出現的話 謝龍介就覺得說大有可原 女生反而比較不好打 各種說法通通都有 那現在是開始有人在選邊站 有人在放消息了嗎 不對啊 因為黨主席賴清德有說 現在 當時還早 不然現在還在送贏 不要太早想選舉 但是亮哥 昨天中常會據說他是滿面春風 原因是因為看到柯文哲 我們的茂松哥講得更直接 真爽 賴清德的首要目標當然是2028 那2028黨內最大對手鄭文燦 黨外最大的麻煩柯文哲都出事 那其他都小事 林俊仙在算什麼 林俊仙民進黨隨便推個人 也是會當選對不對 所以又不是林俊仙對不對 林俊仙就比較難以取代 因為要選市長 如果立委青菜都有人要報 所以對他來講不是問題 桃園基本上民進黨也不樂觀說 2026可以翻沾上陣的盤 所以他們也不會去想那個 證文燦會不會重傷桃園選情 導致2026市長選不上 他們根本就沒有在想這個 他們在想北台灣就只有看到新北 其他地方都沒有在想 所以蔣萬你要推翻他也非常困難 那謝國良只要罷免官過了 你要推翻人家也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尤其是新潮流 他就是一個 每天都把算盤掛在胸前的一個派系 每天都在算 選舉布局也在算 各式各樣的利益也在算 比如說為什麼會突然 陳士凱就出現了 這個你從專業解釋不用解釋了 那都自己在想的 吳思雅在那邊講說 他特別會爭取台中的地方交通建設 哇哩咧 這樣的市議員就可以選 是可以當交通部長 我剛剛跟劉彩輝同黨說 我也有爭取交通建設 他是不是也可以當交通部長 這個擺明就是選舉的布局 就是陳士凱 對新潮流來講 他在考慮的就是 顏寬恒明年2月1號之後 有可能被罷免 那個區誰要選 那個區以前陳士凱選過 兩次都選了沒有當選 後來就實在是沒有信心 就變成林靜怡來選 可是現在顏寬恒是一審有罪 所以他的最大障礙不見了 所以我講白了 這個還是選舉的布局 補這個不會太大嗎 補這個就是 本來是行政院發言人 就要去補那個洞了 可是誰知道李孟彥會出事 因為交通部長就是總統的小金庫 一定要最核心的人接 所以基本上是信任關係沒問題 所以小金庫這個角色沒問題 可是看了更長的局 就是選舉布局 就是何欣淳如果經營得不錯 就選市長 陳士凱就是準備補這一區 如果何欣淳布局布得不好 搞不好他就直接衝去 經營市長局了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去看賴清德的布局 你不要去想專業 專業對他來講根本不重要 最重要是2028他要連任 所以2026要勝選 首先就是要拿下新北 然後要打垮盧秀燕 台中就是盧秀燕的盤 就是這樣 好 請教一下文翰哥怎麼看 如果看DBS的民調 剛剛前段我們有講 賴清德現在最新的支持度 已經到49%了 那以這個民調49開出來 可能真的就過半了 當然是要求出來 可是真的有效嗎 因為中朝會沒有開放 陳豐松跑出來講說 他很開心 這樣好嗎 好 你以前就出事 鄭文燦他都要交保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算有心情好 應該也不太要表現出來 因為現在這個狀況 還有很多問題 還有現代力買房子戴不到 他就露出笑容 就好像不太應該這樣吧 對 畢竟是同黨的同志 是啊 好 那講到鄭文燦 我們補一個鄭文燦 其實檢調知道的東西 真的比我們很多 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會知道要去 金山南路的另外一間 他住的大樓 觀眾朋友是7月5號 上個月的鄭文燦 生日前一天被約談 其實也才上個月的事 感覺已經談很久了 然後7月5號一直被約談 過12點 7月6號被直接升壓 後來他先交保了 所以在被調查的同時 檢然官就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徐州路的家去搜 他就說好 我彈蕩蕩 真的跑去搜了半天沒有東西 可是後來壓了他以後 他不再搜徐州路 他說我要去搜 你岳父的那一個金山南路的家 進去就進去 他居然知道床頭櫃旁邊的 那個柱子打開裡面會有一個 這一定是裝潢特別做的 不然怎麼可能 可能你裝潢的時候 就已經搜到裡面 暗櫃就算了 系統櫃應該沒有這個了 對 一般不管去IKEA什麼 買家具不會有這個 暗櫃裡面外面有鎖 打開了叫鎖下來 打開裡面還有保隱帶 還有鎖 然後就找到了這些錢 這個錢顯然不是2016年 那個廖姓父子送的錢 因為那個已經退回去了 所以你這條件都要來 檢方還要再查 就人放走了 放回去了 這怎麼辦 所以檢方是不滿的 但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基本上鄭文燦 他這個事情這麼嚴重 基本上沒有什麼後續 正式在爬起來了 倒是那個陳廷飛他一直就是 趁你心情好 我就趕快說我賴系 每天都鎖得了 我也是賴系 他其中有一天 如果他民調真的能贏林俊憲的時候 他還跟賴齊哥講說 報告總統我們賴系在台南又贏了 所以他就可以跟人家去選了 這個會影響到之後的選舉的布局 那憲龍介他有講 最好是 最好是陳提菲跟林俊憲爭爭到 不可開交 那他的機會當然會比較大 好 請教兵哥 剛偉翰說同黨的 畢竟還有暗在身 笑得這麼開心好嗎 昨天鍾小平笑得也滿開心的 對 大家都有 所以彼此彼此 他連一區每個藝人都不合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這個 鄭文燦你看 他現在他過去這些舊部署 一個一個還是對屌屌 對 跟得很緊 然後就是馬上立刻一出去 馬上到他豪宅頭 又開始不知道在密商什麼事情 那是商量司法的對策 還怎麼樣 因為這些人應該都是命運共同體 我想知道他未來 如果鄭文燦垮了 他們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好日子過 所以大家當然現在變成團結 那鄭文燦就會這樣就算了嗎 他不會有反撲的動作嗎 因為鄭文燦我相信以他的人脈 然後他 我跟你講有本事收這麼多錢的人 他肯定也有本事做很多事 其他的事情 那他到底 就甘於就這樣就算了嗎 還是他會做什麼其他的動作 我覺得很多人恐怕就要去小心了 那至於說他去過火盆 什麼吃豬腳麵線 我是覺得 當然可能心理上會有點安慰 這個絕對沒有用的 過火盆如果都有用的話 我就知道那些常常 每次過火盆 每次又抓回去關的 我看過太多個了 那個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重點是 我覺得這只是第一回合而已 我認為搞不好第二回合 才剛剛開始 後面還有得鬥 那至於說陳廷飛 陳廷飛我覺得他最近的很多表現 真的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林一錦剛被出事的時候 他馬上講說 這個東西 我沒有那麼大的本事 你講這幹嘛 然後現在人家問你這個 你媽說我跟他不是港鐵 我不熟 然後這個 我那個非常信賴 你講這幹嘛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